谁能想到杨子就因为个高 才能出演加油儿女 原本加油儿女的设定中 小雪是16-17岁的高中生 对此导演是想找年龄相当的演员 杨子去面试时 本来只是想着能客串就行 谁知那骨子机灵剂 让导演觉得她非常适合小雪 当时年龄虽然小了一点 但是个子完全弥补了不足 见导演以后大家有说 你到底几岁 我说11 但我一名62的那个时候 仅仅11岁五年级的杨子 在当时就演了一名高中生 顶着第一次挑大梁的巨大压力下 杨子把夏雪的聪明灵力 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音 然而万众期待的加油儿女 第三部开播后 观众直接被泼了一盆冷水 夏雪竟然换人了 一时之间众说纷纭 流传最广的辩识 新的夏雪是投资方的女儿 因为想演这个角色便挤走了杨子 对此电视剧收视率暴跌 然而事实上 因为杨子当时正值中考 父母便瞒着他推掉了角色 杨子当时也是第三部快开拍前 才从刘欣口中得知这个消息 如今杨子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多部剧的大女主位居顶流小话 杨子万万没想到 魔术克星的称号竟被徐凯打过 看之前好甜 看之后合理怀疑 徐凯应该是知道杨子的战绩 所以把道具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 坚决不让杨子碰到道具 又记得当年在直通春晚的舞台上 信心满满的魔术师 节目直接被杨子一个举动搞砸了 整个一天你散花 当时的杨子真的要碎了 事后杨子才得知 这个只是魔术的一个环节 而在某综艺节目上 魔术师挑选嘉宾配合表演 别人面对催眠是这样的 我数123 试着忘记台 123 真的假的 啊弹起来了 而杨子面对催眠 把这只手放在你的箱子那一侧 这只手过来 我数123 什么都不要想忘记台就可以好吧 123 看杨子惊恐的小眼神 真的看一次笑一次 而作为娱乐圈出名的搞笑女 有杨子在的地方绝对不会冷场 都说搞笑女没有爱情 和杨子合作过的男演员 剧里甜甜的 剧外都把她当兄弟对待 小黑老师 你一直是我的感情老 感情老 感情老 不得不说 杨子和男演员的正片有多甜 花絮就有多欢乐 妥妥的欢乐气氛子 范围万万没想到 自己终究还是没挡住诱火 栽在了周冬玉手里 近日赵云木与官宣定档 电影改编自真人故事穿婚纱的杀人少女 单听名字就足以掉起观众的好奇心 至此官宣预告一经放出 瞬间引起各大网友热议 甚至不少网友调侃 范德标挺百搭呀 其实张国立在选角色之初 曾纠结过很长时间 老秦这个角色思想迂腐守旧 但因长时间的牢狱生活 一定程度上又很单纯 加之与饰演夫妻的周冬玉年龄差距大 而且又是比较敏感的现实题材 选角上就局限很多 思索再三 张国立就想到了在道士下山里 与林志玲有过夫妻经验的范围 于是张国立当即向范围老师递了剧本 接到剧本的范围看过剧本后 表示对此类题材非常感兴趣 因此答应出演老秦一角 可能缘分使然 范围和周冬玉分别为53届金马奖的影响 电影拍拍后 张国立便完全放下了步虑 范围以其精湛的演技 将老秦的人物诠释得淋漓尽致 终面对相亲节目的忐忑 加之有过牢狱之灾的自卑感 诠释得非常到位 而在事情无果之后 便来到女子监狱门口 并邂逅了周冬玉试演的长娟 心思各一两人的开始了一段利益婚姻 能轻松识破仙人跳的老秦 最终能否看穿长娟的骗婚套路